來,今天2020年12月30號 白同學第一次把它換那個海水 換大概四分之一 剛好20公升 到這裡 我再換的方法就是 用這個 對這紅西把它抽出來 這個剛好兩桶 兩桶八百 換完之後,水再加 我是從那個打開 從後面加進去 為什麼我會去換的 原本想說不換 讓它整個很順 但是它這個海葵 它突然間原本前幾天 是整個綻放很大的 昨天晚上 突然間它就這樣縮起來 今天又要開了 它不知道是在睡什麼 這一支來這邊 開工大概一個月之後 第一次縮成這麼小 要不然原本是後來這麼大 它大很多 人家說 在看海水 裡面 什麼什麼什麼營養的三小 就是先看 它說軟體 軟體 你如果說稍微萎 不會這樣綻放 大概就是水 大概已經快不行了 我是聽人家這樣說 這個雞不知道 第一次換水 因為很怕說沒事換了 結果反而會GG 奶醉海葵在這邊 奶醉海葵 我是覺得它活得還不錯 那就是什麼 人家說這個 綠藻是一種什麼高級生物啊 什麼燒的 算是好的 目前這個底砂 我有把它搬動一些來這邊 底砂 再稍微給各位紅泥藻 底砂我覺得稍微太少 不知道會 因為有的 老人家說 五公分至八公分 我是覺得這樣看起來是還蠻順的 目前 開工一個多月 這 什麼樹枕 樹枝藻的 樹枝海葵是還好 這個海膽搬得很好 海星 管蟲 這樣 目前換了 大概 讓它循環半個小時了 感覺看起來是還蠻正常的 那個 海水比重 這個再量 也正常 1.025 就是 大概記錄一下 分享給同學 我不是老人 先說 我是用初學做 這是人家開工 要送我 就是直接 交接下去 養 我覺得怎麼會比較開 沒問題 要不然之前 它是整個都是這樣打開的 好 大概就這樣 換水做個紀錄 然後 再來加海水 來準備 20公升的 這邊 不知道 到這裡 有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 換到這邊 我可以換到這裡 因為我怕會換太多 裡面不知道有細菌 不會怕 好 謝謝 再次 再次